請教陳老師 剛剛講到這個包含印太的 政治跟軍事的局勢 事實上還在變化的同時 另外一個變化是疫情 這一次中國的這個疫情 幾乎是直接封掉半壁江山 然後臺灣事實上本土 今天確診的案例 也來到的一個新高的500多例 老師怎麼看疫情的變化 對 我想這個前陣子 我也跟大家講 就是說這些疫情所爆出來的這個數字 其實都是一個疫情的標誌 其實他是疫情讓整個系統裡面 如何做到這個所謂的 這樣的一個就輕 這個必輕就重 必輕就重的意思就是說 如何能夠控制好疫情 然後能夠這個重症減少 來佈及我們現在的住院能量 ICU的能量來減少這個死亡 那這個部分呢 在維持新常態生活的 這樣的一個觀念上面 其實非常重要的轉成 所以這樣的會帶來 三個很重要的轉變 一個就是策略改變 第二個就是說 有關於這個民眾心理上面的改變 第三個才是我們看到了就是說 我們以後呢 在六月之後 如何走出跟國外接軌 那策略改變 你注意看 今天剛才看到的 包括這個作家 這個母親這些都在顯示 今天中國大陸在政策上面 沿用了過去 Alpha病毒跟Delta病毒 而不是Omicron的病毒 防守策略 所以你看我們國家 事實上策略是有改變的 為什麼今天我們要從RTPCR的 這樣的定點的社區篩檢 這樣子走入我們今天的快篩 其實就是在導入今天的政策來 對四到五月中間 救Omicron做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我剛才講的必須就重的適應期 這個適應期之後才能接軌到如何把重症住院能夠做好 然後分流到我們所謂的居家招呼 這是一個適應期 這個適應期 那臺灣目前就是現在就在走這一條路 走這一條路的同時 他利用施打三劑疫苗 以及我們還有留下來很好的防疫文明的口罩跟社交距離 來氣氛說哪些產業可以做 哪些產業不可能做 像現在教育部這個 其實也就在思考 整個到底是口罩社交距離能不能應用的情況之下 所以一下子全部都解掉也不是 那所以換句話講就是說 這個之後才能夠導入六月份 這個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我們的口罩藥物 這個口罩藥物將會是搭配疫苗來解開 今天我們未來民眾如何能夠走出 今天Alpha流行當時的恐績而走到Omicron 然後有這個藥之後將來就變成流感輕症 然後六月之後當然就會跟全世界來做這個接軌 好那我問你 我對臺灣的疫情相對比較樂觀 臺灣的醫療量能跟這個醫療系統也相對 比較充足 但是你怎麼觀察中國這一波疫情炸 這個我今天早上閱讀到一份資料說 香港今年已經累計確診一百多萬人 那一般會估算香港人口可能是七百萬人 所以香港這一輪的官方數字 光是已經確診的比例是七分之一了 好我一模一樣的數學如果算上海的話 上海官方說兩千六百萬人 兩千六百萬人如果你也要七分之一 那你是要四百萬人確診嗎 當然其實上海這個剛才這個孝彭也講 其實老實講這個疫情 中國大陸已經是現在世界三大危機 歐陸的危機以及美國的通膨第三個危機就是這個 這個危機會造成後面很多的後續作用 其實林管 你就看上海這個疫情 如果中國大陸不能改變策略 所以他們一定要改變從過去的清零改變成 以重症為主的或者以這個減害 重症減害 所以當時 他如果不能改變策略 他可能就是香港化 但是他香港化他就要承受 我剛剛講的這樣的數學跟數字 完全沒有錯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在這裡 因為全世界有七項以對於輕症開始 大家不通報以重症為主 但是你重症你輕症一多 重症就這是比例原則 就是臺灣我們為什麼一定要避輕 是為了要讓那些重症的人不打疫苗 慢性病這些人不要感染 那中國大陸其實以後所帶來的 除了後面的經濟損失之外 對於全球的經濟為之外 他的重症死亡會跟著多 所以輝瑞藥藥物 中國大陸以後會在這個市場上 跟大家競爭 好我們稍後回來 是